人不能离开群体的 但是人也需要有面对自己个人的时间 如果老师面对着个人 那就是变成了孤独了 不合群了 如果是经常跟许多的人生活在一起 不能够离开人群 那这个人也会失去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 所以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有需要面对他自己个人的时间 也需要有跟大家许多的人 共同生活的经验 那么修行 不叫有种种的修行 共同的修行 这是有必须要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念佛的时候 有时候你声音会断的 因为要换气的时候就断了 有时候自己会懈怠的 但是跟大家一起在修行的时候 你在修行另外的人还在念佛 你在懈怠人家还在精进 因此又把你带精进起来 又使得你感觉上一定要努力 所以这个群体的共修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单独一个人 一开始就是修行 你没有这种感觉发生的 所以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参加共修 得到了一些利益 一些经验 他就产生了信心 然后就慢慢地修 慢慢地修 然后需要有个人的修行的时间 乃至于许多人在一起修行的时候 这关自己不关人 要面对着自己的心理的活动 面对着自己的身心的状态 面对着自己的正在用功的那一个念头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对自己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清楚 你对自己越来越能够掌控自己的身心的状况 了解你的身心状况 掌控你的身心状况 然后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叫他不起来的 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暂时叫停止的 这个时候就是能够自己啊 能够啊指挥自己了 许多的人不能够指挥自己的原因 就是身不由己心不由己的原因 就是呢 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了解自己 指挥自己 因此面对自己的话 一定要有顾虑的 也就是顾虑就是说 对外什么也不管 只管只看到自己 只看到自己的心 只看到自己的心 这样子慢慢慢慢地 你就有自主的把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